面對鏡頭還原當時狀況 謝小姐確診康復後 竟然顏面神經失調 就連日常吃飯刷牙都造成影響 謝小姐五月十四號確診 七家季後 五十八號陰性剛解隔離 除了手腳無力 呼吸不順之外 還出現顏面神經失調狀況 後來看西醫使用肋固醇進行治療 經過兩個多禮拜才稍有改善 不只如此 還有確診康復者 出現上半身麻痺狀況 醫師分析新冠後遺症 確實有手麻腳麻問題 但上述個案狀況較為嚴重 案例也相對較少 提醒民眾在家也要特別觀察肌肉 運動狀況 如果肢體運動出現一側不能行動 就要儘快就醫 可能是新的病灶 也有可能是本身疾病發作 跟感染後時間進行重疊 要由醫師進行判斷 找出麻痺原因 儘快進行治療 上一新聞李文聖沙報名 台北採訪報導